現在中天是真的告贏NCC了 法院已經證實了NCC當時以少數暴力 硬罰中天禁而關台 特別是當前疫情爆發 政府沒疫苗還擋疫苗 全民感受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中天新聞 怕等出口等逗用 轉型網路媒體 監督的力量不會消失 感謝粉絲不離不棄 中天新聞24小時直播 5月平均每小時雙開在線人數 幾乎都是同時段的第一名 全台灣5月直播最高在線人數 正常發揮雙雙在5月31 達到了82971人在線 拿下了全台第一 中天在全世界YouTube的直播排名 經常性排名全世界前10名 6月8號蠟晚報直播雙開 在線58000多人 全球排名第四 6月15正常發揮 直播雙開在線8萬6千多人 全球排名第二 中天是全球華文媒體的首選品牌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感謝您一路相挺 感謝您種類支持中天營運 接著我們來聽聽資深媒體人 王請求的看法 其實我認為媒體生態在台灣 已經受到了中天革命性的一個改變 就是觀眾的收視已經不再是 現在傳統的媒體型態 而是進一步的會從這個網路的媒體 尤其是中天創造的這個新的平台 所吸納的這個非常廣大的觀眾朋友 完全跑到網路上來 那麼大家更選擇從網路上去攝取資訊 那麼去了解更多的新聞世界背後的真相 那麼大家對於主流媒體不再相信的時候 中天創造的是一個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 就是所謂媒體的天職 就是一定要監督政府的聲音 當主流的媒體以為說 政府以為NCC伸出手 把一個台子直接關掉了 髒兮兮的關掉了之後 以為它就會消失 就會去掉它的影響力 再也不會對政府造成威脅的時候 這個時候民意反撲告訴它的力量是 剛好反過來了 民眾會更選擇相信其他的平台 用即使在網路上沒有頻道了 用網路上的聲音 這流量就告訴了大家這個事實 大家還是相信這樣一個不一樣的聲音跟管道 而反而對於政府的這個 前置媒體新聞自由這件事情 產生了一個革命性的影響 告訴他們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而流量上面其實的確創造了 其實整體都讓網路上的 YouTube上面聲量都往上提升了啦 而且不管是年長者或年輕的朋友 都更多人可以加入這個平台 過去也許完全只有年輕人在用這個網路平台 現在是不管其他的中高齡的 樂聽大眾通通都加入這個平台 而也讓一些年輕的朋友 視聽的朋友們願意加入中天來觀看 聽不一樣的監督的聲音 其實這個是一個媒體生態的革命性的改變 那我相信這也是台灣能夠維持一個 中道的聲音跟力量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跟發展